司徒妃细血地看了一眼暗夜屠夫 就你那个什么狗屁主人奥利维尔 竟然也要学我们老板的手段 想法是好的 但也要有那个实力才行 小兄弟 求求你放过我这次好不好 暗夜屠夫一脸的祈求 扑通一声跪倒在司徒妃面前 小兄弟 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求求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我这里给你磕头 暗夜屠夫说着脑袋一跌 看似是要给他磕头 其实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就在他的脑袋低下的一瞬间 只听喀崩一声 从他后颈处突然射出一道黑芒 快似闪电一般射向司徒妃的面门 原来这家伙还有杀招 就是在后脖颈处暗藏着飞剑 这种手段非常隐蔽 再加上他之前磕头求饶 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向来都是无往不利 他之前多次遇险 都是靠着这种保命的手段才活下来 暗夜屠夫一脸的得意 就算对方的修为超过自己又怎么样 最终还是要死在自己的手下 可就当他抬头去看司徒妃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那只飞剑已经来到对方的面前 距离只有一公分左右 可偏偏停在那里 无法再前进半分 司徒妃不屑地一笑 作为一个圣洁舞者 护体真气之强连子弹都无法穿透 又岂是这种小小的暗器能够突破的 在暗夜屠夫惊害的目光当中 他伸手将飞剑抓在掌心把玩起来 这东西大约十公分左右 纯钢打造 剑头漆黑如墨 一看就是脆了毒的 不错呀 手当够毒的 求求你放了我 惊恐的暗夜屠夫 这次是真的想求饶 只可惜司徒 飞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收 手腕一翻 那只飞剑直接刺入了他的胸口 啊 暗夜屠夫发出一声惊恐的嚎叫 他对于自己飞剑上的毒性 是再清楚不过 剑血封喉 根本没有挽救的余地 果然 飞剑刺入胸口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他便蹊跷流血 弃绝而亡 作为杀手榜排行前一百的杀手 他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死在自己的毒箭之下 这一切都发生完毕 曹兴华两个人才 回过神来 老板明赶忙上前鞠躬 致谢 小兄弟 感谢你仗义出手 老爷子 用不着谢我 这都是老板安排的 司徒飞说道 老板说了 你们只要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安全问题 根本不用管 都有我们来负责 曹兴华疑惑地问道 小兄弟 敢问你们老板 是哪位 忘了告诉你们 我的老板 就是你们会长 司徒飞哈哈一笑 好了老爷子 不耽误你们休息了 我先走了 说完之后 他一把抓起暗夜屠夫的尸体 瞬间从窗口消失 两个老头 留在房间里面 脸上近是感激的神色 原来师兄 想得如此周全 竟然一直派人 在保护我们 奥利维尔这边 他们离开了 叶不凡的庄园 便回到了酒店的总统套房 坐在豪华的 真皮沙发上 一脸愤愤地说道 那个狂妄无知的华夏人 竟然还要跟我们 贝里克家族对抗 还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保镖头目 站在旁边谄媚地说道 大少爷 等那个小子 尝到您的厉害 明天一定会跪着上门 向您道歉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不见棺材不落泪 奥利维尔一脸傲然地说道 范德萨那边怎么样了 去了也有一会儿了吧 有没有消息 保镖头目说道 还没有 暗夜屠夫那边呢 保镖头目再次说道 也是还没有消息 奥利维尔皱了皱眉 该死的 他是怎么搞的 对付几个 快要入土的老头子 有必要搞得 这么拖拖拉拉的吗 保镖头目说道 或许有什么情况 也说不定 少爷你放心 暗夜屠夫 可是排名前一百的杀手 对付几个老头子 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奥利维尔点了点头 他心中也是这样认为 不知天高地厚的华夏人 竟然跑到 我们M国来推广中医 真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想的 保镖头目 赶忙谄媚地说道 大少爷说的是 等这些人吃了亏 就会夹着尾巴滚回华夏 布朗家族那些人 也真是无能 竟然被一个外来户 抢走了庄园 还双手送上一千亿美金 我这次说 带着克莱斯顿 那个老家伙回来报仇 结果他竟然没有 踏足苹果城的勇气 还真是懦弱到了极点 奥利维尔说到这里摇了 摇头 显然对布朗家族的表现 极为不鲜 最后他坐在这里 一边和保镖头目 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 一边等候着派出去的人 传回消息 而那个黑巫师 则是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静静地坐在旁边 不发出半点声音 如果不知道的话 根本意识不到那边 还坐着一个人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眼见着已经临近午夜 依旧没有半点消息回复 奥利维尔看了看 手腕上的金表 神情已经失去了 之前的从容和淡定 他将面前的红酒一饮而尽 焦躁地说道 该死的范德萨 该死的暗夜屠夫 这么点小事 怎么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怎么还不回来 这 保镖头目站在旁边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在他们眼中 无论是对付软弱的土族人 还是那些半截身子 已经埋进了棺材的老中医 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而且 他们这次派出去的 可都是高手 完全就是用大炮打蚊子的节奏 到现在 却没有半点结果 最关键的是电话 根本就打不通 完全失去了联系 奥维拉大巫师 要不您帮着看一下 他们那边 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 奥利维尔虽然狂 但对黑巫师 还是非常恭敬的 好吧 奥维拉这才动了一下 说话的声音沙哑 而干涩 简直比乌鸦还要难听 他说完一伸手 摸出一个直径 大约十公分的水晶球 两手之间掐了一个古怪的法觉 那个水晶球很神奇地飘浮了起来 就仿佛没有重力一般 浮在几个人的面前 伟大的乌神 告诉我 范德萨他们在哪里 奥维拉嘴里这样说着 屈指一弹 一股黑色的雾气 没入到水晶球当中 随后 半空中悬浮的水晶球出现了变化 先是抖了抖 随后绽放出耀眼的红芒 看到这红光之后 奥维拉身上的黑袍抖动 声音干涩地说道 大少爷 范德萨已经死了 什么 他死了 这怎么可能 奥利维尔一脸的不可置信 要知道 范德萨可是天阶中期的高手 就算在高手如云的里贝克家族 也是排得上名次的强者 怎么这样就死了 奥利维尔深吸一口气 平复一下震惊的心情 随后又问道 那贝贝托大巫师呢 还有其他人呢 总不会都死了吧 奥维拉没有说话 而是又一次启动了水晶球 进行推算 结果再次鸿芒闪起 跟之前的范德萨一模一样 大少爷 派王土族的所有人都死了 包括去刺杀那些中医的暗夜屠夫 现在也已经死了 什么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奥利维尔连连摇头 一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派出去的可都是强者 原本以为万无一失 结果是有去无回 他懊恼地叫道 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的水晶球 只能推测出人的胸脊 却无法看清 曾经发生了什么 奥维拉摇了摇头 随后再次坐在旁边 一动不动了 奥利维尔简直都要气疯了 原本自己还想着 让叶不凡跟布朗家族一样 惶惶不可终日 最终跪下来 向自己求饶 可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自己派出去的人 竟然一个活着回来的都没有 保镖头目说道 大少爷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再派人过去查看一下 不用了 奥利维尔摇了摇头 现在手下最强的人便是奥维拉 可派出去之后 自己的安全便没有了保障 这显然不是他想看到的 如果派其他人过去 实力还比不上之前的范德萨等人 去了也是白搭 此刻他慢慢恢复了平静 目光阴狠地说道 看来这个华夏人 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对付他 还要用些脑子才行 叶不凡这边 第二天一早 陆伴下到公司去上班 他来到苹果广场 跟曹新华等人一起议诊 世界医学会组织的议诊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其他国家的代表团 都已经撤了回去 现在唯一留下的 只有中医 叶不凡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 中医在这里 还是个未知的事物 要尽可能地做宣传 尽可能地让大家认同 所以 议诊的时间长了一些 这段时间下来 议诊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医 每天都有长长的队伍 排在这里等候就诊 叶不凡在这里忙了一天 临近傍晚的时候 路半 下赶了过来 你怎么来了 叶不凡微微有些意外 按道理说 现在两个人住在一个庄园 等一下就能见面了 没必要到这里来找自己 我是来给你送这个 路半下说着一伸手 从包里摸出一张 大红色的邀请函 这是什么东西 叶不凡疑惑地问道 他来到苹果城时间不长 也没有什么朋友 怎么会有人要邀请自己 有美女相邀 路半下说着 将邀请函递了过来 叶不凡打开看了一下 这是一张酒会的邀请函 时间今天晚上八点 地点是苹果橙蓝色 隔掉私人会所 再往下看 落款是爱丽西卡 叶不凡看得一头雾水 这是哪来的邀请函 爱丽西卡又是谁 爱丽西卡 你都不知道吗 那可是联邦帝都 有名的大美女 路半下撇了撇嘴 看来你这是要走桃花运了 叶不凡莫名其妙地说道 这都是哪跟哪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甚至都不知道她是谁 为什么要邀请我 你真的不认识爱丽西卡 路半下也有些诧异 叶不凡摊了贪手 真的不认识 要不是你提起 我都不知道她是男士女 她到底是谁啊 爱丽西卡在M国 可是很有名气的 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见她真的不知道 路半下便开始讲述起来 在联邦帝都 曾有三大家族 分别为贝里克家族 佩兰家族 洛林家族 爱丽西卡是佩兰家族的大小姐 号称是家主最喜欢的孙女 身份非常高贵 除了家世之外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 还因为她的才华 这个女人曾经当选世界小姐 内衣模特 同时还具有非常出色的商业天分 传说中在16岁生日的时候 佩兰家的家主 曾经送她一座超市 结果在她的经营管理之下 竟然在三年之内 成为整个M国最大的连锁超市 叶不凡听了半天 除了觉得这个女人 既漂亮又出色之外 还是一头的雾水 可是我还没听太明白 她为什么要送我邀请函 这我就不知道了 路半下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说 道 对了 关于爱丽西卡 还有一件事情没跟你说 她跟里贝克家族有婚约 而未婚夫 恰恰就是你 昨晚见过的奥利维尔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 对了 你怎么对这些大家族的事情 搞得如此清楚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 不知道里贝克家族 和奥利维尔吗 我昨天不是为了配合你吗 路半下白了他一眼 你以为一个资产迁移的大集团 那么好管理 我必须要把这些大家族的关系捋顺 包括其中的一些新号新号八卦 都要了解清楚 不然很容易就会做出错误的决断 叶不凡善善地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 爱丽西卡之所以让我去参加这个酒会 可能跟奥利维尔有关系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了解过这个女人的相关资料 具体他是怎么想的我怎么能知道 路半下说道 这只是其中的可能之一 你现在也算是M国的名人 无论是来自华夏的一仙 还是征服了布朗家族的强者 哪个身份都足以引起这些上层社会的注意 当然了 也有可能看你长得帅 贪图你的美色也说不定 到最后 他只是想开个玩笑 说完之后 又觉得心中有些酸酸的味道 我知道了 叶不凡点了点头 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叶不凡微微一笑 当然要去 这个女人已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要看看 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她有自己的想法 就算对方是给自己设下陷阱 终究是放在明面里 总比躲在后面偷袭好得多 所以一定要去的 她又看向路半下 你跟我一起去吗 看来你是不了解蓝色格调私人会所 在上流社会 名气丝毫不输于一号会所 这里有着极其苛刻的管理规定 邀请函只能允许一个人进入 人家邀请的是你 我想去也去不了 路半下摇头笑道 万一人家是跟你单独约会 我去了 岂不是影响了你的桃花运 那好吧 我一个人去好了 叶不凡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 这次很可能是鸿门宴 带着路半下去 还会有危险 不如自己一个人来的方便 将事情了解清楚 叶不凡跟路半下分别 自己驾车向着蓝色格调私人会所赶去 一路上他都在思考 奥利维尔这个未婚妻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邀请自己去参加这个酒会 如果要说想要暗害自己 在这种地方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很容易会留下很多麻烦 可如果说不是 又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正因为这样 让他对艾莉西卡这个女人 越来越好奇 蓝色格调私人会所 在苹果城的南郊 跟华夏的城市有些不同 这里的一些高档消费场所 都不设置在繁华的城区 而是在城郊附近 包括一些有钱人 都是住在城郊 会所的面积很大 外表看上去很低调 门口的安检很严格 有四个身穿黑西装的保安手在这里 叶不凡出示了邀请函 验证之后才被放行 会所里面的装饰风格 和外面截然不同 既典雅又奢华 进门之后便放着舒缓的音乐 大红地毯和柔和的灯光 让人感觉非常温馨舒适 顺着音乐的方向看去 在会所大厅的正中 有一个小舞台 此刻正有一个身穿蓝色长裙的女人 在上面弹着钢琴 大厅四周 适者手中拖着酒水和果汁 不停地穿梭在人群当中 叶不凡伸手从一名逝者的托盘里面 取下一杯不知名的红酒 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他没打算去找那个叫爱丽西卡的女人 既然自己来了 对方一定会主动找过来的 酒会刚刚开始 来的客人并不算太多 这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举着酒杯一起闲聊 只有叶不凡一个人 在这里既没有熟人 又没有生意可谈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而现在这时 七八个人迎面走了过来 这些人一个个衣着不凡 风度翩翩 中间簇拥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赫然是里贝克家族的大少爷 奥利维尔 因为事先了解到了 爱丽西卡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看到这家伙 他倒不觉得意外 与此同时 奥利维尔也看到了叶不凡 先是一愣 随后恼怒地说道 你怎么在这里 叶不凡脸上露出一抹细血的笑意 他原本想说 是你未婚妻约我来的 可后来想想 这样有些重口味 也就没有说出来 他说道 奥利维尔少爷 昨天晚上的礼物还满意吗 其他人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但奥利维尔非常清楚 叶不凡指的是 他昨晚的全军覆没 他神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没有爆发 这里是高端会所 在这里争吵会影响自己的形象 而且把昨晚的事情揭露出来 也会让贝里克家族的危言扫地 华夏人 你给我等着 这笔账迟早我会跟你算 奥利维尔说完之后 扭头便走 很快消失在大厅当中 叶不凡微微一笑 又在大厅里面转悠起来 最后来到了自主餐区 这个酒会准备的食物 还是非常齐全的 而且档次很高 比如说鹅干酱 鱼子酱这些 在平时的西餐厅 价格昂贵的食物 都是准备充足 叶不凡拿过一只盘子 由于还没吃晚饭 所以选了满满的一盘子食物 坐在一张餐桌前 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在他看来 既然准备的时候 那就是给人吃的 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多 可这里是高端会所 到这里来的人 要么是想谈生意 要么是想拓展自己的人脉 像他这种荡城自住餐厅使用的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叶不凡却不在意这些 反正自己已经来了 吃得开心最重要 而就在这时 一个刺耳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滑下来的土包子 吃得很开心吗 叶不凡皱了皱眉 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金发青年站在旁边 身后还跟着三四个人 都是刚刚奥利维尔那些小跟班 看到这人之后 他马上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按照他的猜测 以奥利维尔狂傲的性子 不会把自己的糗事说出来 应该是这些人主动跳出来 讨好拍马屁 见他没说话 旁边又有一个矮胖的站出来叫道 华夏人 就说你呢 你有邀请函吗 正像他猜测的那样 这些人都是奥利维尔的跟班 想着从贝里克家族 讨一些好处 刚刚见奥利维尔 对这个华夏人不满 又觉得对方肯定是没有什么背景 便偷偷地跑回来找麻烦 觉得这样做一定能够讨得主子的 欢心 是别人的狗 又不是这里的保安 我有没有邀请函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胖的身子一致 随后叫道 看他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明摆着是偷偷溜进来 骗吃骗喝的 我就是偷偷跑进来的 用得着你管吗 叶不凡懒得理会这些自讨没趣的狗腿子 伸手拿起一只鸡腿吃了起来 你 胖子被气得神色一致 想要发作 可又觉得 这样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于是对旁边的一个管事大声叫道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没看到有人跑进来混吃混喝吗 神情恭敬地对几个人说道 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金发青年说道 我说你们是怎么管事的 这小子就是偷偷跑进来混吃混喝的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 这 管事有些为难 一般来说 只要进入到大厅里的客人 就不应该再检查人家的邀请函了 这样是对人的一种侮辱 可叶不凡着实是面生得很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看他这个样子 着实不像是能拥有邀请函的客人 想到这里 他上前说道 先生 请问您的邀请函呢 还没等叶不凡说话 那个胖子满脸不屑地说道 你都多于问 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有邀请函 金发青年跟着说道 没错 这种人直接叫保安扔出去就好了 没必要跟他废话 叶不凡将手中吃剩下的鸡骨头 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然后拿过餐巾擦了擦嘴 怎么 还要查邀请函吗 管事说道 是的 我想看一下您的邀请函 他的口气冰冰有理 但那个眼神 让人看起来着实很不舒服 从内心当中 他已经认同了金发青年几个人的说法 觉得眼前这个华夏人 就是偷偷溜进来混吃混喝的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叶不凡只要拿出邀请函就可以了 但他并不想这么做 瞥了一眼管事说道 如果我不给你看呢 金发青年率先叫道 什么不给看 他明明就是没有 这家伙就是跑进来混吃混喝的 胖子跟着说道 赶快把他赶出去 跟这种人在一起 我都感觉到耻辱 要是有他在以后 我再也不到这家会所来了 在两个人的威逼之下 管事不敢再有所迟疑 招手便叫过来四个保安 先生 如果你再不出示邀请函的话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算了 就当我没有吧 叶不凡原本是不把这几个保安放在眼里的 可是有人 把自己邀请到这里 到现在也没有人露面 让他觉得有些异性阑珊 不想再继续耗下去了 站起身就准备离开 小子 吃了我们会所的白痴就想离开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管事的神色一变 扔定了对方是爱吃白食的 对几个保安一白手 给我打断四肢 然后扔出去 他心中非常愤怒 这里可是蓝色格调会所 哪能随随便便就让人混进来吃白食 如果传扬出去 恐怕自己的位置就保不住了 他话音一落 几个保安立即冲了上来 挥舞着手中的橡胶棍 将他围在中间 叶不凡皱了皱眉 心中生起了一丝不满 他可以肯定 爱丽西卡那个女人 一定躲在暗处看着自己 既然对方想完 那就陪他玩好了 反正这里又不是自己家的会所 而就当他准备出手 狠狠地教训一下 眼前这几个人的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 从旁边传了过来 都给我住手 声音很甜很柔 就仿佛是黄黎鸣叫一般 让人听了 心中非常舒服 同时又有一种 急切地想看到本人的想法 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极为漂亮的女人走了过来 穿着一件黑色的蕾丝晚礼服 胸口开得很低 露出大片白皙的皮肤 和诱人的沟壑 她的身材高挑 就算站在叶不凡身边 也不成多让 金发披肩 身材极度性感 气质高贵 浑身上下透着强大的气场 让看到的人都不约而同地 生起一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小姐 您来了 管事赶忙过去鞠躬行礼 别人不知道蓝色格调是什么背景 她自己确实非常清楚 这里就是帝都三大世家之一 佩兰家族的产业 而眼前这个女 人就是佩兰家族的大小贱 爱丽西卡 爱丽西卡皱了皱眉 不满地说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知道叶先生 是我请来的贵客吗 管事顿时傻眼了 额头上瞬间渗出了冷汗 她一直认为 叶不凡就是混进来吃白食的 没想到 竟然是爱丽西卡请来的客人 同时也恨透了金发青年几个人 没搞清楚情况就乱说 这不是坑人吗 对 对不起大小贱 我不知道 这位是您请来的客人 金发青年和那个胖子 也都傻眼了 几个人谁也没有想到 跟奥利维尔针锋相对的人 竟然是爱丽西卡请来的客人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两个人可是情侣关系 用不了多久 就要成婚了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 要向叶先生道歉才对 爱丽西卡说完 对叶不凡奄然一笑 对不起叶先生 下人不懂事 有冒犯到您的地方 还请谅解 正所谓家人一笑百媚声 这句话用在他身上 再合适不过 灿烂的笑容之下 风韵无限 看得周围的男人们 都是神情一呆 仿佛忘了身在何处 叶不凡却是不为所动 他心中非常清楚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 看起来那样简单 把自己请到这里 然后又晒在旁边 这完全是刻意而为 眼前这种情况 虽然不是对方一手操作 也是他放任的结果 他不是出出茅庐的菜鸟 自然不会因为一个笑容 就随便算了 爱丽西卡小姐 你这里的人 把我当成吃白食的 那我也就没有 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再见 说完他扭头 便向大厅之外走去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爱丽西卡微微一愣 显然没想到 他会是这种表现 以往只要自己 对哪个男人笑一下 对方立即就会魂不守舍 甚至愿意为自己去死 可眼前这个男人 却是与众不同 叶先生 您稍等 他很快回过神来 赶忙将叶不凡叫住 叶先生 这件事情 确实是手下人太失礼了 我现在就给您一个交代 说完之后 爱丽西卡看向管事 和那四个保安 你们现在就去结账 然后滚蛋 是 管事和那四个保 安虽然心中后悔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这是佩兰家族 大小姐下的命令 他们只能答应一声 便灰溜溜地 跑去财务结账了 爱丽西卡处理完了 回头看向叶不凡 再次奄然一笑 叶先生 您看这样可以吗 还可以吧 叶不凡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细血地转向了 旁边的金发青年几个人 爱丽西卡小姐 刚刚这几个人 说不屑于我为伍 只要我留在这间会所 他们就不会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还是走吧 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 不管爱丽西卡 叫自己来是什么目的 总之在达成之前 不会那么容易 让自己离开的 既然心中有底 那就要给这几个马屁精 一点教训 打一打这几个人的脸 听叶不凡说完之后 金发青年几个人心中一紧 胖子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说道 大小姐 其实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行了 不要说了 我请的客人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冒犯的 爱丽西卡脸色一沉 虽然这几个人都有些身份 但现在已经顾不了许多了 她对身边的助理一摆手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金发青年几个人 顿时变成了苦瓜脸 原本是想给奥利维尔拍个马屁 可马屁没拍好 还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他们在苹果城 恐怕以后都会成为这间会所的笑柄 等一下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叶不凡制止住了爱丽西卡 金发青年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看来对方就是个土包子 虽然不知道通过什么原因 认识了大小姐 但终究不敢跟自己这些身份 高贵的大少爷为敌 否则以后在苹果城就混不下去了 她心中刚刚升起一丝得意 就听叶不凡又说道 刚刚这几个人说 只要我在这个会所 他们永远都不会来的 啊 金发青年的神情 再次变得无比难看 原来对方根本就不是惧怕自己 而是要落井下石 爱丽西卡神情变了变 最终还是说道 全部赶出会所 然后吊销他们的会员卡 拉入黑名单 以后永远不允许再踏入一步 得到爱丽西卡的命令 旁边的人毫不犹豫 直接将金发青年几个人赶出了会所 同时打入了黑名单 永远不允许再到蓝色格调 做好这一切 她再次回头焉然一笑 这些人不长眼睛 还希望不要影响了叶先生的好心情 不知为什么 叶不凡竟然从她的眼神当中 看到了一丝妩媚 确实是不长眼睛 如果大小姐晚了一会儿 可能他们的手脚就被打断了 叶先生可真粗暴 爱丽西卡格格笑着 精致的面容 缓步来到叶不凡身前 吐气如蓝地说道 人家就是喜欢你这种 既粗暴又有能力的男人 随着女人的靠近 一股非常特殊的香气扑面而来 仿佛是很清淡的体香 却又浓郁地 让人无法忽略 总是感觉心中痒痒的 怎么回事 不是说西方的女人味道很重吗 怎么这个女人不太一样 与此同时 她也感受到了 爱丽西卡身材的火爆 西方女人跟华夏女人不同 在身材的性感火辣方面 还是占有先天优势的 明明两人之间 还有那么一点距离 可是对方 那宝满已经贴在她的手臂上 感觉无比的清晰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 她好像要勾引自己 叶不凡 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大小姐怎么知道 我有能力 万一只是简单的粗暴呢 这我当然知道 能够轻轻松解决 布朗家族的男人 怎么会没有能力 说话间 爱丽西卡跟她之间的距离 又贴近了几分 浓郁的香气 如同一条条小蛇 不停地钻进她的鼻孔 就算叶先生 是简单粗暴人家 也喜欢 要不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好好交流一下 说完之后 这女人丝毫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直接拉着她的手臂 来到旁边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酒会的大厅很大 这边处于一个 不太引人注意的角落 灯光比较暗 周围也没有什么人 沙发的造型也有些不同 靠背很高 很容易便能遮挡住人的身形 似乎是为一些 有特殊需求的男女准备的 让人心中不禁浮想连篇 叶不凡越发地诧异了 这个女人到底要干什么 难道真的是要勾引自己 如果 说对方对自己一见钟情 连她自己都不信 况且 对方是没见面之前 就给自己发了邀请函 她感受得到 这个女人自我控制力很强 所以 刚刚自己接二连三地提出要求 也没有碰触到对方的底线 更没有让她发火 一般来说 这种女人不会做那种幻想的花痴梦 更不会见到长得帅的男人 就玩一见钟情的把戏 难道是想来个仙人挑 勾引了自己 再来个大呼叫人捉奸 想到这里 她又摇了摇头 这里是M国 对方是佩兰家族的大小剑 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应该比自己更看重脸面 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正当她不听猜测的时候 爱丽西卡从旁边取过来一瓶红酒 给两个人分别倒上了一杯 叶先生 我们喝一杯吧 说完她将叶不凡的酒送了过来 然后自己也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着实是个游物 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特别是她喝酒的样子 看起来既优雅又高贵 再配上身上那股浓郁的香气 和精致的面容 让叶不凡有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 仿佛这个女人 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女神 爱丽西卡放下酒杯 见叶不凡没动 娇称地说道 叶先生 你怎么不喝 是不是怕我在酒里面下了药 是啊 万一你给我下了药怎么办 叶不凡心中其实一直在思考着 这个女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她可是奥利维尔的未婚妻 却偏偏在自己面前 摆出一副妩媚众生的样子 难道就不怕引起贝里克家族的不满 叶先生 人家可是第一次主动请男人喝酒 你竟然怀疑人家下了药 这让人家真的很伤心呢 叶不凡心中暗暗好笑 这个女人不会觉得自己 也是那种无脑的男人吧 既然搞不清楚 对方想要做什么 那我就先替你尝一下 爱丽细卡说完端起叶不凡那杯酒 轻轻地抿了一口 在酒杯上留下一个淡淡的唇印 现在好了 你可以放心喝了 她说着又丢过来一个眼神 媚得仿佛要滴出水来 简直是勾魂夺破 叶不凡笑道 这么想让我喝酒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 爱丽细卡兮兮地笑道 不是都说 男人不喝醉女人没机会吗 我就是想让你喝醉 然后好找机会对你下手 你好像说反了 我记得是女人不喝醉 男人没机会 如果喜欢这样的话那也可以 然后她双手抱着叶不凡的手臂 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摆出一副不胜酒力的模样说道 哎呀 人家真的是喝多了呢 她这样一来 如蓝四射的香气 再配上手臂上那真实的挤压感 让叶不凡心中一阵心圆一马 大小剑 还是我来喝吧 叶不凡说着将女人轻轻推开 然后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哈哈 现在不怕我在酒里加料了吗 爱丽细卡没有任何要保持距离的意思 反而再次贴了上来 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你猜 我到底在酒里加没加东西 纵然叶不凡心中始终保持着警觉 但面对这样一个油污的不停挑逗 终归是不太好受 她说道 大小姐今天请我过来 到底有什么事 不会真的是为了喝酒吧 叶先生 你不觉得这样很扫兴吗 爱丽细卡堵起嘴巴 无限娇称地说道 我早就听说 一先是风流人物 红颜知己无数 怎么今天看起来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呢 按照你的意思是 我见到漂亮女人 就该扑上去吗 那岂不是变成禽兽了 叶不凡细血地说道 有些女人是不能随便碰的 否则会有很大的麻烦 所以 这时候 我还是禽兽不如吧 喝了点酒 怎么感觉这里好热呢 爱丽细卡说着 直接脱掉了长裙外面的外搭 这让她那件身B长裙 瞬间威力暴增 叶不凡的目光 刚好落在那个位置 脑海当中瞬间蹦出两个字 炸弹 没错 这是她的真实想法 此刻爱丽细卡那个位置 就如两颗威力十足的炸弹 足以炸的任何一个男人 神魂颠倒 爱丽细卡似乎对自己 造成的效果很满意 将性感的身材 拉出一个曼妙的曲线 然后说道 禽兽不如 叶先生是觉得我的魅力不够吗 嗯 叶不凡控制住 透视一下两颗炸弹的冲动 将目光从那个位置移开 爱丽细卡小姐 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你今天叫我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这人还真是扫兴 爱丽细卡瞥了她一眼 眼神中 似乎带有一丝忧怨 随后说道 叶不凡越发的一头雾水 搞不懂这个女人 到底要干什么 自己跟她从来没见过面 想不出要送自己礼物的理由 是啊 就是要送你礼物 跟我来吧 爱丽细卡对她妩媚的一笑 然后起身向着大厅外走去 大小姐 我们去哪 叶不凡跟在后面问道 都说了 带你去取礼物啊 爱丽细卡说着 竟然回手挽住了她的手臂 两个人犹如情侣一般走了出去 叶不凡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却也没有拒绝 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搞清楚 这个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很快 爱丽细卡带着她走进了电梯 最终来到顶楼的一个房间中 她打量了一下四周 没错 这就是一间顶级的豪华包房 随后 又用神石扫尸了一下 房间内没有任何异样 也没有提前设下埋伏 这让她心中越发的诧异 妮玛 这个女人到底要做什么 不会是真的带着自己来开房吧 大小姐 你说的礼物呢 礼物不是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 爱丽细卡古怪的一笑 然后伸出两只洁白的手臂 还住了叶不凡的脖子 由于她的身材很高 几乎跟叶不凡差不太多 这样一来 胸口的风光更加暴露得一览无余 让那两颗炸弹瞬间威力爆棚 大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不凡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努力地让自己的目光从那个部位移开 只可惜 有时候人的本能是无法控制的 总是忍不住 还要瞄上眼 叶先生有那么多女朋友 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的意思就是 要跟你滚床搭 说话间 爱丽西卡没有半点瑕疵的面孔上 飘起一抹红韵 看起来越发地娇艳诱人 那个我们还不说 我觉得滚床单这种事情 不适合我们 叶不凡努力地 让自己保持冷静 虽然神识的扫尸范围之内 没有任何异样 但她知道 事情绝对不会像眼前看到这样简单 你们男人总是这样 口是心非 太讨厌了 爱丽西卡轻轻地抚摸着叶不凡的脸颊 你现在难道不感觉很热吗 不感觉身体有点不受控制吗 不感觉现在很需要一个女人吗 叶不凡颇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 怎么 你真的在酒里面做了手脚 不是酒里面 那样太低级了 很容易会被你这个医仙发现的 爱丽西卡笑道 有没有感觉我的身体特别香 叶不凡点了点头 没错 是感觉很香 而且味道很好闻 难道这不是你的体香吗 不全是 爱丽西卡说道 我还用了一种催青香水 跟我的体香非常相似 一般人是分辨不出来的 看来 你早早就在打我的主意了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难道就因为我长得帅 叶不凡越来越搞不懂 这个女人的动机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垂涎自己的美色 小帅哥 难道你不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而不是一直在问为什么吗 爱丽西卡说着向前一扑 风马而又充满弹性的身体 结结实实地压在叶不凡的身上 想就是 把她扑倒在身后的大床上 只可惜她这样做了 对方却是纹丝未动 她惊恶地看着叶不凡清澈的眼神 你竟然没事 你还是小看了我 我这一线的名号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一个小小的催清药水 怎么可能会对我有影响 爱丽西卡微微错愕 随后又妩媚地笑了起来 就算没有那个东西 难道我对你的吸引力 还不够大吗 她说着 伸出双手 就准备脱掉身上的长裙 却被叶不凡一把按住 实话说 你的魅力确实很大 对男人的吸引力足够强 但我还是要搞清楚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爱丽西卡叹了口气 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 有些事情做就做了 为什么非要搞清楚呢 反正这种事情 你们男人又不吃亏 有些事情必须搞清楚 我这个人 不喜欢随随便便占人便宜 叶不凡说道 况且你跟奥利维尔的关系 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他的未婚妻 而我现在 又是他的敌人 你这样做很容易 让我跟阴谋联系在一起 那好吧 既然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爱丽西卡说道 我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把自己送给你 同时送给奥利维尔一顶绿帽子 叶不凡有些恶然 从神情当中看得出来 对方并没有说谎 这就有些狗屑了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女人约自己过来 竟然是这样的目的 他错愕地问道 要给你的未婚夫戴绿帽子 总要有个理由吧 因为我不想嫁给他 为什么 你们两大家族 联姻不是挺好的吗 爱丽西卡犹豫一下之后说道 因为我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 我的理想是 掌控整个佩兰家族 可一旦嫁给奥利维尔 我的梦想就会破灭 这番话说完之后 似乎打开了他倾诉的信号信号 坐在叶不凡旁边 开始讲述起来 我妈妈和我爸爸在一起 其实就是个悲剧 当年我爸爸喝醉酒 强暴了我母亲 后来生下了我 原本我妈妈 是想带着我独立生活的 可这件事情 被佩兰家族知道了 他们为了大家族的脸面 强行把我们带了回来 事实上这么多年 我和我母亲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我爸爸 早就已经有了老婆 还是个出身于 其他大家族的女人 她之所以 把我妈妈接近佩兰家 只是为了脸面 并不是想给我们幸福生活 我小时候不理解这些 以为爸爸对我不好 是因为我不够优秀 所以我努力地 做着一切 努力学习 努力让自己变得 比其他任何人都优秀 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发现 虽然我足够优秀 但依旧改变不了什么 那些眼高与顶的废物 同样是看不起 我和妈妈 叶不凡摸了摸鼻子 这跟我知道的 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传说中 你是佩兰家主最喜欢的孙女 最喜欢吗 那都是假的 艾丽西卡再次笑了起来 只不过笑容看起来很凄美 整个家族里面 最狡猾 而又最无情的 便是我爷爷 他之所以对外宣布 我是他最喜欢的孙女 就是为了把我包装起来 将来能卖个好价钱 能够成为大家族之间交易的筹码 哦 叶不凡多少有些愕然 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女人 身后竟然隐藏着这样一段故事 艾丽西卡继续说道 在外人面前 我是佩兰家族最受宠爱的大小姐 在家里 我和母亲 却是最低位最低的两个 甚至连狗都不如 受尽了那些所谓的 家族子弟的欺压和凌辱 说到这里 他漂亮的大眼睛当中 闪过一抹摄人的恨意 所以 我有一个梦想 我要成为佩兰家族的主人 我要把所有欺负过我们母女的人 都踩在脚下 叶不凡点了点头 那好吧 你这个心情和遭遇我非常理解 只是为什么要找上我 这些年随着我的成长 在M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手中掌控的资金越来越多 在各方面表现的能力 也越来越强 可这样一来 马上引起了那些人的惶恐 他们急着 把我赶出佩兰家族 所以才极力劝说爷爷 把我嫁给奥利维尔 美其名曰 是跟贝里克家族联姻 事实上 是想斩断 我跟佩兰家族的所有联系 爱丽西卡说道 我的目标是 掌控整个佩兰家族 更不喜欢奥利维尔 那个阴险的家伙 自然不愿意接受这段婚姻 可是这些年 想了无数个办法 也无法阻止这段联姻 爷爷是下了决心 要把我嫁过去 而且贝里克家族 也非常愿意接受这段联姻 这样一来 就可以两大家族联手 共同对抗三大家族当中 实力最强的洛林家族 叶不凡听得有些小着急 大姐 你还没说清楚 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着急 马上就说到你了 爱丽西卡又恢复了灿烂的笑意 后来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 公开给奥利维尔戴一顶绿帽子 这样一来 贝里克家族和奥利维尔出于面子 自己就会主动推掉这段婚姻 到时候 我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叶不凡说道 就算是这样 M国的男人不是一抓一大把吗 干嘛非要找我 像你说的那么容易 我早就成功了 哪还用等到现在 爱丽西卡说道 要给奥利维尔戴绿帽子 这个人还是非常难选的 由于贝里克家族的名气太大 再加上奥利维尔这个人 恶名 远扬 一些有名气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根本不敢靠近我 虽然他们都垂涎我的美色 却没有吃下去的勇气 更不敢给贝里克家族的大少爷戴绿帽 如果说找一些没有名气的普通人 没等我把事情传出去 恐怕那个人 便已经被贝里克家族给干掉了 就算奥利维尔不出手 我们家族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很快就会让他从人间消失 所以选来选去 我最终选中了你 嗯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大姐 你这不是坑我吗 一下子给我拉了两个大家族的仇恨 虽然从内心来讲 他并不惧怕什么帝都三大家族 但也不愿意被人随便拿去当枪使 虽然这女人着实长得漂亮 但自己又不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哪能随随便便就去背这口锅 艾利西卡再次挽住了叶不凡的手臂 笑道 如果我们滚了床单 你就是我唯一的男人 我又怎么会坑你 对于他这番话 叶不凡倒不怀疑 这个女人虽然看起来丰满性感 风情无限 却还是完毕之身 没有经历过男女之间的事情 我从小生长在佩兰家族 对我爷爷的性格再熟悉不过 如果你是个普通人 他会毫不费力地把你抹掉 可现在不是 你能够轻轻松松压倒布朗家族 又怎么可能是普通人 就算是佩兰家族想要对付你 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爷爷原本就是个谨小甚微的人 年纪越大越不爱冒险 他最爱做的事就是捡便宜 或者说是坐享其成 一旦我跟你之间滚了床单 最丢面子的自然是贝里克家族 所以我爷爷不会出手 而是做看你和贝里克家族的争斗 如果你胜了 就算把我嫁给你也说不定 叶不凡摇了摇头 就算你说的都对 还有一个贝里克家族 我没必要 因为你去跟一个大家族对抗 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因为你已经成为了奥利维尔的敌人 爱丽西卡说道 据我所知 奥利维尔准备为布朗家族出头 而且昨天晚上 已经跟你发生了不愉快 他这次从联邦帝都赶到这里 手下带了一百名高手 和家族供奉范德萨 大巫师贝贝托 可昨天晚上 之后他们已经彻底消失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或许也跟你有关系吧 叶不凡瞥了眼前的女人一眼 所以 你今天给我送了邀请函 并且故意安排 我和奥利维尔碰面 就想证实这个猜测对吗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果然聪明 被看穿了自己的把戏 爱丽西卡丝毫不感觉尴尬 嬉笑着说道 看来我猜的都是真的 既然你已经成了奥利维尔的敌人 以他牙子必报的性格 就再没有这顶绿帽子 他同样会跟你不死不休 既然这样 你何不好好报复他一下 送他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叶不凡想了想 你说的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我这个人 不喜欢被别人利用 没必要说的那么难听好吗 爱丽西卡从床上站了起来 双手再次揽住叶不凡的脖子 丰满的身子 直接骑坐在他的大腿上 由于身材很高 再配合上这个姿势 那两处骄傲的宝满 直接送到他的眼前 我们虽然是合作关系 只要你帮我 掌控了佩兰家族 我将来就是你永远的朋友 叶不凡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蠢蠢欲动 这个太遥远了 不划算 爱丽西卡吐气如蓝地说道 那就说近的 我可以跟你一起对付奥利维尔 可以给你提供他的信息 这个对我的帮助好像不大 不 我不这样认为 你不了解奥利维尔 如果你轻视他就错了 会吃大亏的 爱丽西卡说道 我跟他同属于三大家族 再加上家族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这个了解的比较多 他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番话勾起了叶不凡的兴趣 那你说说看 爱丽西卡说道 在普通人看来 奥利维尔这个人 非常的骄傲自大 目空一切 并没有太多的心机 如果你也这样想 那就错了 这个人的骄傲自大 都是假象 相信这个表象的对手 最终都死在了他的手里 事实上 这个人阴险狡诈 而且心机很深 总是能想到一些 出乎你预料的阴谋诡计 叶不凡心中一警 要不是听到爱丽西卡说这些 他确实以为 奥利维尔 只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富家 顽固大少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那只能说 这家伙隐藏得着实够深 随后他又说道 可是仅仅这些 还不足以让我跟你合作 不是还有我吗 爱丽西卡紧贴在他身上说道 怎么说我也是M国第一美女 听说你们华强男人 都喜欢吃西餐 难道这不算是一个筹码吗 不算 因为你这个女人野心太大 我怕搞不好哪天 把自己陪进去 确实 像爱丽西卡这种女人 着实不太好掌控 没事的 我虽然有野心 但仅仅局限于佩兰家 仅仅是想给我和母亲报仇 只要滚过床单 你就是我的男人 我是不会对你动手的 况且 你实力这么强大 难道还怕我一个小女人 不是怕 而是我觉得 没必要冒这个险 叶不凡说着 推开这个女人 爱丽西卡忧愿地看了她一眼 似乎对她的表现非常不满 叶先生 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 事情到现在 你已经没有拒绝的权力了 什么意思 叶不凡问道 因为自从你 跟我一起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 奥利维尔 已经认定你 给她戴了绿帽子 况且 我们两个人又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 别人会怎么想 难道真的会认为 我们在房间里面聊天吗 爱丽西卡再次妩媚地一笑 又扑进了她的怀里 趴在耳边低声说道 我们离开酒会的时候 便有人去通知奥利维尔 我相信 她现在已经在赶来这里的路上 叶不凡一阵苦笑 看来这个女人 今天是铁了心 要拉自己下水 想拒绝都不行了 想到这里 她伸手抱住了 爱丽西卡风雨的身子 一翻身便将她压在大床上 然后毫不客气地吻了上去 爱丽西卡的身子先是一僵 随后伸出两条手臂 紧紧地抱住了叶不凡 两个人激烈地吻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两人分开 她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叶不凡说道 反正都已经被你拖下水 不收些利息回来 岂不是陪大了 爱丽西卡媚眼如丝 哥哥地笑道 只是要一些利息吗 要不要更深入一些 收一些本金 已经来不及了 叶不凡说完 再次吻了上去 然后顺手一撕 她那条长裙 顿时裂开一条尺长的大口子 春光乍现 爱丽西卡还没能反应过来 就听门口传来轰隆一声 紧接着房门被人踹开 奥利维尔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前 这家伙来得比预想中 还要快上一些 在她身后还站着一群人 都来自苹果城的各大家族 看到房间内的情况之后 这些人的神情各异 不用说话 就算是傻子也知道 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正在干什么 奥利维尔看着脸颊飞红 娇艳如花的爱丽西卡 气得双眼喷火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还有你 华夏人 我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看什么看 都没见过滚床单吗 叶不凡无所谓地说了一句 这时才从爱丽西卡身上爬了起来 她现在已经想起了 刚刚女人所说的 奥利维尔并没有看起来那样简单 即便如此愤怒 也没有冲上来找自己拼命 说明心机深沉的可怕 有很强的自制力 爱丽西卡瞪了一眼叶不凡 刚刚这一下力道太大 几乎将她的长裙撕成了两半 还好她里面穿着内衣 不然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彻底走光了 不过她这种眼神 看在奥利维尔的眼神当中 就变成了眉来眼去 打情骂俏 心中越发的愤怒 叶不凡扭头看向脸色 阴沉到极点的奥利维尔 极微不满地说道 你要干什么 老子泡个女人容易吗 你跑过来倒什么乱 难道睡你老婆了不成 啊 她话音一落 全场恶然 礼贝克家族和佩兰家族的联姻 几乎是上流社会都知道的事情 这家伙虽然没有睡了人家的老婆 但也是未婚妻好不好 虽然民风开放 但那也是极少部分的人 对于这些上流社会的大家族 还是非常好面子的 无论如何 也接受不了这种当众给戴绿帽子 这下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到了奥利维尔的脸上 不知道这位大少爷 会如何处理眼前这件事 会不会当场就剁了 这个滑下的小白脸 奥利维尔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叶不凡 如果眼 神能够杀人的话 对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叶不凡 我跟你不死不休 他说完之后 掉头就走 既然主角都走了 那些看热闹的人 也都纷纷散去 这些人看向叶不凡的眼神 充满了好奇 不知道这个滑下的年轻人 到底是谁 为什么向来狂妄嚣张的 奥利维尔大少爷 竟然没有当场发作 也有人眼神中充满了敬佩 要知道 艾丽西卡 可是全M国公认的第一美女 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能够把这样一个超级美女 抛到手里 绝对是让所有男人 都羡慕的事情 只不过 这个代价有些大 同时也有人抱以同情的眼神 无论如何招惹上 李贝克家族这位大少爷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人们走后 叶不凡重新关好房门 回头说道 我还以为能痛扁这家伙一顿 没想到就这么跑了 艾丽西卡说道 我早就说了 她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涉及到自身安危 没有百分之一百把握的事情 她是不会做的 怎么样 现在满意了吧 你的目的达到了 估计这么一闹 你们的婚姻算是到头了 艾丽西卡五妹的一笑 显然非常开心 放开了按着衣服的手 顿时春光乍泻 还算不错 不过差了那么一点点 她媚眼如丝地看着叶不凡 要不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真的送她一顶绿帽子怎么样 呃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摆了摆手说道 既然目的已经达到 还是算了吧 艾丽西卡站起身 再次搂住她的脖子 为什么 难道我对你就那么没有吸引力 难道我没有你那些女朋友漂亮吗 这 和那个没有关系 你很漂亮 叶不凡没有说话 眼前这个女人 号称M国第一美女 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精致的面容 完美的身材 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 那是为什么 叶不凡一时间找不到太合适的说辞 只能尴尬地说道 那个 我认生 胆小鬼 艾丽西卡说完 转身进了旁边的房间 重新换了一条裙子 半个小时之后 两个人一起携手出现在酒会现场 艾丽西卡挽着叶不凡的手臂 两个人神态亲密 就有如真正的情侣一般 他们一进场大厅内 气氛顿时变得有些诡异起来 舞台上的琴师 停下了弹琴的双手 调酒师手中拿着酒杯悬在半空 就连来来往往的逝者 也都站在了原点 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 落在了这个华夏男人的身上 因为今天晚上 他已经注定成为这个酒会的焦点 泡了会所的女主人 绿了李贝克家族的大少爷 艾丽西卡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做出一副极度满足的样子 还真是般配 虽然人们的心态各异 但不约而同地都跳出这样一个想法 虽然两个人分属于不同的人种 但男人帅气 女人漂亮 站在一起 确实犹如金童玉女一般 做戏做全套 叶不凡之所以又跟艾丽西卡出现在酒会 完全就是展现出一个姿态 给奥利维尔看 两个人又喝了几杯酒 跳了一支舞 叶不凡这才离开会所 回到自己家的庄园 一番折腾下来 此刻已经是午夜十分 他进门的时候 看到陆半夏还没有休息 坐在大厅里面看电视 你怎么还没睡 叶不凡说着坐在陆半夏旁边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你还没回来 我怎么睡得着 叶不凡微微一笑 我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好担心的 陆半夏看着他笑道 我怕你被艾丽西卡抢走了 万一被抢走了怎么办 想到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叶不凡笑道 还别说 就差那么一点点 陆半夏一点的诧异 不会吧 他不是有婚约的人吗 难道真的看中你了 是这样的 叶不凡将今晚发生的事情 讲了一遍 包括艾丽西卡和他母亲的情况 嗯 竟然还有这种事 陆半夏听完之后 震惊无比 怎么也没想到 艾丽西卡之所以送来一张邀请函 目的竟然是为了 给奥利维尔戴绿帽子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来 一把抓住叶不凡的手臂说道 那后来怎么样 你到底做没做 什么做没做 叶不凡有些发猛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跟艾丽西卡 虽然很不好意思 但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切 终究还是问了出来 当然没有 我不是说了吗 就是摆个样子 信你才有鬼 面对M国第一美女 你能控制得住吗 陆半夏嘴里这样说着 心中却是暗暗松了口气 叶不凡摊了摊双手 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女人控制欲太强 心机太深 我可不敢招惹 陆半夏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担心地说道 这下子你彻底招惹了 李贝克家族 以后恐怕会有麻烦了 没事 这是不可避免的 叶不凡说道 爱丽西卡说的对 昨天晚上奥利维尔损失惨重 就算没有这件事 他也不会放过 终究是要成为敌人 既然已经是敌人了 那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陆半夏担心地说道 总之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放心吧 一个小小的贝里克家族 我还不放在眼里 作为五圣中期的强者 有着绝对的自信 况且 手中还握有龙王殿这张底牌 他又说道 对了 要小心的是你 我怕奥利维尔那家伙 会对你下手 这几天做事 一定要小心一些 出门把鲁道夫他们带在身边 我知道 陆半夏点了点头 显然对叶不凡的关心 非常受用 第二天吃过早饭 叶不凡跟曹兴华等人 到苹果广场继续一诊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结束之后 他准备让这些老头们 返回华夏 这次中医M国之行特别成功 已经打开了缺口 树立了自己的名气 剩下的就是发展天使药业 继续拓展中医的业务 可能收到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一诊的消息 胆到这里看病的病人特别多 让叶不凡和这十几个老中医 忙得不亦乐乎 爱丽丝今天放下了 世界医学会的工作 跑到叶不凡身边 给他做助手 整整忙了一天 临近傍晚的时候 病人们才少了一些 而就在这时 两个白人青年 来到曹兴华的诊桌前 一个身材很高 留着一头长发 另外一个是矮胖子 头发也很短 长发青年说道 医生 我最近胃不舒服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旁边的志愿者翻译之后 曹兴华说道 可以 我先诊一下脉 说完他让长发青年坐下 伸手搭在左手的脉搏上 过了一会儿 他将手收回来说道 你只是有些胃炎 不太严重 吃几剂汤药就能好 曹兴华说着 拿过一张纸 就准备开方子 长发青年却是摆了摆手 医生 中药的味道太大 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听说你们扎针就能治病 能不能给我扎上几针 旁边的胖子跟他说道 是啊 我们想见识一下中医的神奇 是怎么扎针治病的 也可以 对方的病并不重 使用针灸 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曹兴华让长发青年 躺在旁边的病床上 然后拿回去 开始给他施针 自从跟在叶不凡身边 他的针法有了长足的长径 很快便将二十几根银针 刺入长发青年的胸口 胖子在旁边饶有兴致地看着 拿出手机全程录像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曹兴华将银针尽数收回 小伙子 感觉怎么样 好一些了没有 好多了 感觉胃里暖暖的 中医真的很神奇 长发青年一脸地赞叹 胖子说道 医生 我最近后背非常不舒服 到医院又查不出病来 听说你们中医 有一种治疗方式 叫做拔罐 能不能给我拔一拔罐 我先给你看一下 曹兴华又给胖子整了脉 确定是有些风寒入体 现在已经临近尾声 看病的人不多 便让他趴在病床上 开始拔火罐 这次长发青年站在旁边 一边看一边用手机录像 二十分钟后 他将火罐起了下来 此刻的胖子后背上 大大小小的 都是拔罐之后留下来的痕迹 由于风寒湿气比较重 皮肤已经变成了黑紫色 看起来着实有些猙獰可怖 胖子从病床上爬起来 看了一眼长发青年的录像 顿时脸色大变 在没有了之前的谦功 愤怒地咆哮道 老头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治病吗 你这就是人身伤害 竟然把我后背弄成这个样子 我要报警 我要把你们全部送进监狱 你说什么 曹新华听到志愿者的翻译之后 顿时愣在那里 有些没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矮胖子再次叫道 我说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竟然把我的后背弄成这个样子 这在我们M国是违法的 你这是伤害 是要坐牢等 至少要坐三年以上 长发青年也跟着叫道 没错 我们是来治病的 不是来被你们虐待的 你刚刚还用挣扎我 说到这里 他晃了晃手中的手机 还好我们留下了证据 你就等着坐牢吧 这 你们怎么能这样 搞明白两个人在说什么之后 曹新华气的胡子直蹦 我这是中医 针灸和拔罐都是治疗方式 怎么就变成伤害了 而且 刚刚是你们自己要求的 非要针灸拔罐 现在竟然倒打一耙 旁边的几个病人 看不惯两个人的做法 也都跟着谴责起来 没错 人家这是针灸拔罐 是中医的治疗方式 根本就不是什么伤害 而且我刚刚听到了 是你自己要求拔罐的 怎么又怪人家 人家这是一诊 又没收钱 你这想讹人是不是 听到这边的争吵声 叶不凡和爱丽丝 从旁边走了过来 他问道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的师兄 曹新华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扼要地讲了一遍 最后愤愤地说道 明明是他们自己 要针灸拔罐的 现在却要倒打一耙 听完叶不凡就明白了 这两个家伙 根本就不是来治病的 而是来给中医找麻烦 他目光冰冷地看向两个人 你们现在赶紧滚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意思 你们华夏人 想要欺负我们M国人吗 长发青年大声叫喊起来 他的意思 是想给对方 扣上一个大帽子 激起周围的名分 可在这里围观的都是病人 对中医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跟他们站在一起 眼见着没有人响应自己 他再次叫道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伤害 这就是违法的 我手里有证据 就是要让你们去坐牢 叶不凡神色一冷 就准备出手教训这两个家伙 却被爱丽丝拉到了旁边 老师 不要冲动 这件事情 还要妥善处理 叶不凡看了他一眼 什么意思 没看出这两个家伙 就是来找事的吗 我当然看出来了 可是我们M国有自己的国情 爱丽丝解释道 几年之前 我们这儿就 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例 一个病人由于后背受风 四处就医也没有好转 后来听说中医拔罐有效 便找了一家中医诊所 去拔罐治疗 拔完罐之后 他感觉自己的病情好多了 便回去向妻子炫耀 结果他妻子看到拔罐后的痕迹 认定这就是伤害 拍照好 把那名中医告上了法庭 在我们这里 很少有人接受中医的理念 至少法官并不觉得 拔罐是治疗方式 最终判定故意伤害成立 那名中医在监狱里面 整整待了三年 这时的真实案例 确有歧视 听他说完 叶不凡皱了皱眉 没想到M国的国情 竟然会这样 在华夏看起来 再正常不过的扎针拔罐 在这里竟然会有犯罪的风险 既然这样 那就不能随便 让这两个人离开了 他回头来到长发青年 两个人面前 把你们手机中的视频删掉 长发青年不屑地一笑 小子 你在说什么 这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这是犯罪证据 怎么可能会删掉 胖子挥舞着手中的电话叫道 证据确凿 你们这就是伤害 是犯罪 根本就不是治病 曹星华愤怒地叫道 胡说八道 这根本就不是犯罪 这是再给你们治病 长发青年得意地说道 废话少说 有了我们这些证据 你就是犯罪 叶不凡看了两人一眼 你们的意思是有证据就是犯罪 没证据就不是犯罪了 那当然 要是没有证据 法官也不会支持我们 长发青年还没等说完 就见叶不凡一脚踢出 直接踢在他右腿的迎面骨上 只听咔嚓一声 硬生生地将他的小腿 踢成两段 站在旁边的胖子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 小腿上传来一阵剧痛 也被叶不凡一脚 踢成V字形 啊 这两个家伙顿时跌倒在地 嘴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旁边的人们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 极为和善的医生 出手竟然如此狠辣 直接 废掉了对方的两条腿 长毛青年叫道 小子 你干什么 你这是伤害 你这是犯罪 我要报警 要让你把牢底坐穿 叶不凡蹲下身子 看着他细血的一笑 你刚刚不是说了 没有证据 就不算犯罪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的腿都断了 怎么可能没证据 长毛青年刚刚喊到一半 就见叶不凡伸手 抓住他的断腿 一拉一送 只听咔嚓一声 将他的小腿 重新对接在一起 啊 长发青年精的目瞪口呆 刚刚还撕心裂肺的断腿 此刻竟然一点痛感 都没有了 他尝试了一下 又从地上站了起来 除了有点酸麻之外 跟没受伤之前 竟然没有太大的区别 围观的人们再次大吃一惊 这种医术也太惊人了吧 眨眼之间 就把断腿接好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没想到对方接好了就能站起来 这简直就是神迹 长发青年一脸的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对方先是打断了自己的腿 然后又接好 这是闹着玩吗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没证据了 叶不凡对着他坏坏的一笑 随后又是一脚踢出 将他的另一条腿 也踢成了两件 啊 长发青年又是一声惨嚎 然后跌坐在地 这才明白对方的目的 面对这种诡异的手法 就算被打断了腿 最终也拿不出对方伤害的证据 可这种痛苦 却是实实在在 撕心裂肺 大哥 我服了 求求你赶快把我的腿接好吧 长发青年终于低头 腿部传来的剧痛 让他实在无法忍受 矮胖子也跟着叫道 小兄弟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赶快给我把腿接上吧 我们删视频 我们都删掉 他们原本以为 对方只是普通的中医 只要拿到了证据 就可以随便拿捏 没想到叶不凡不但手段很辣 而且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叶不凡细血的一笑 这么快就服了吗 要不再坚持一会儿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现在就把手机砸掉 长发青年实在承受不了断腿的痛苦 抓起手机摔了个粉碎 矮胖子有样学样 也把他的手机砸成了碎片 司徒妃细血地看了一眼暗夜屠夫 就你那个什么狗屁主人奥利维尔 竟然也要学我们老板的手段 想法是好的 但也要有那种